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是新西兰的义德投影 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一号街面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 真的好 就是实名举报的时间 就是陈静心 实名举报大卫23 对 他举报他什么呢 他就分享了陈静心 六个小时前 我剪图六个小时前 应该不止六个小时 他就说 YouTube视频钟此人 截图大卫23 就是过往和何君堯 他实名举报了何君堯 天天造谣 唱衰抹黑林郑政府的大卫蛇 哈哈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事 是啊 陳静心说什么 如果中联办要强化特首地位权威 就必须正视这帮打着爱国旗号反政府的人 谎言 谎言说得多就会变成真理 不会的 谎言说得多就不会变成真理 因为其实没有人会相信他 这个大卫23是说什么 我们全部都是将军 喂 将什么军 下棋的时候 将军都是要有棋才有将军 是不是这样说 没有棋才能将军 如果你有棋将军 人家就走位 没意思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 陳静心说真的 有粗口有什么所谓 我也不介意人家说粗口 有些很有潔癖的人 哦 陳静心喜欢说粗口的 他很粗暴的 那时候大卫X 他过来跟我们联名直播的时候 不要说粗口 他很强调不要说粗口 喂 说真的你不说粗口 你骗人嘛 混蛋 是不是 你是不说粗口 你是骗人 但是 而且你是打着外国旗号反政府 吴家祥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比说粗口 这些混蛋 这个是陈静心说的 这些招 泛民用了二十多年 而且非常成功 其实泛民 温和的 其实他们不是经常会 讲一些假话 有些有根据 你要记住 我也要帮泛民 说一些好说话 我这样帮泛民说说话 又会变成一个黄友 不过不要紧了 其实 他说的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静心说 他说 就是说大话 就是 会令到那些人 是真的会 说一下说一下 就会相信 因为我们也会说 就是 动防摸你一阶 今天又说疫苗坏话 又说无能政府不要叫我打疫苗 又说无能政府不要叫我打疫苗 含家祥 你这份 报纸 亂来的 这些报纸 打着外国旗号 反政府的人 其实是更难处理的 我们经常都说的 你动不了的 他们是动不了的 你找什么来动它 是不是 他不是真的报假新闻 他不是真的报假新闻 他只是报到很偏颇 这个我主态是这样的 他有麻烦你分享一下 待会有图片要分享 我预定告诉你 待会要分享图片 因为现在说完陈静心 就要分享一张图片 你准备好了 好了 他说这种 打着外国旗号的造谣者 最擅长用全民 来合理化自己造谣 攻击特区政府 他们会说 全民XXX 如果真有其事 林郑就等同出埋香港警察 你们说全民就当证据 我们经常都罵他们 现在陈静心都说 他们口中的证据就是全民 是的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19年年尾 已经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这帮混蛋 然后又说要搞23 这帮人真是 搞什么出来 我不是说23条不应该立 23条应该立 但是你们这些混蛋 我就不相信你们了 不相信又是死罪 又是 托特区政府说 社长变了静心之后 不是我看到有人实名举报 我就实名举报 他实名举报 完到我实名举报了 明白吗 现在是 他实名举报 其实他实名举报了两个人 这是第一个 大卫23 也不是我实名举报 我借他的说法 我不会实名举报 我不会实名举报 先说清楚 陈正心 陈正心说话 陈正心说话 我不是百分百同意的 其实我也要说 陈正心说话 我觉得他也有些极端 他说 美国在全世界发动颜色革命 其中一个步骤 就是分化政府和警队 香港这群KOL 就将这个步骤 发挥得临利尽致 这个 不是美国做的 我告诉大家 这些操作 BNO 组国是经常做的 但是 美国佬 其实跟英国佬做法不同 英国佬是很阴湿的 他们做这些 是的 为什么说是英国佬做的呢 因为美国佬 他要你那些人成了一世 他才会扔钱下来的 美国佬也是很奸狗的 英国佬是用低成本操作的 因为低成本操作 就是找几个人出来说话 是不是 说话 接着呢 就说你政府和警队又不妥 什么什么 而且你要记住 那时候 为什么我说英国佬是最大的嫌疑呢 你要记住19年 有一位阿姐出来说话 他戴错帽 他戴错帽 他戴了BNO祖国有皇冠的警徽帽帽 是的 是的 他搞错 我在想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搞错 有些人就说 不是的 这些是玄学的事 要用皇冠来阵住这些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你觉得是吗 你觉得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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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玄学的 是的 要有皇气 要有皇气才能震得住 有人是这样的 那时候是 特意的 有皇气才可以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只是疏忽而已 老实说 你这些人说什么是玄学 我们说的当然是疏忽 但是另外一个做法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可能是有些BNO祖国的人 做这些事情 是刻意地做 可能是 刻意地做 记住 BNO祖国的时候 没有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 是美国佬做 我不同意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这些阴湿招 通常都是英国佬做的 是 合他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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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一时就说特首出卖中央 他们经常说的 我不是正心之友 我认为这些 我说得多过陈正心 一时就说特首出卖港人 一时就说特首出卖警队 说出来的证据 全部都是全民来的 我们最反对的全民 但是我们越反对的全民 我们的收视就越低 最后就说到没有人听我们 因为那些人宁愿相信全民 陈正心就说 有很多渔民相信全民 其实是不是渔民 我也不敢肯定 有些根本就 很老实说 他们有他们那套做法 他们有他们的 他们是聪明的方法 他们聪明的方法 他们聪明的方法 就是聪明的 明白吗? 又不是渔民 他就说整个社会 就被全民分化到一盘散沙 无论中央官员说什么 都听不入耳 其实特区政府说什么都没有效的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说过很久了 发这些全民出来 不仅是大卫23的 我也要再说 不仅是大卫23 他整班人是这样做的 他们是 如果你说 只是大卫23 他说YouTube视频中似人 是他做这一件事 他算做得少 我也老实实跟你说 他这条混蛋是最喜欢 亂叉吵 是亂吵 亂吵的多 是的 他亂吵那么多 但是他实际上 什么都没有做过 他就没什么做事 他这条是亂叉吵的契弟 然后他说 哦哦 你说我契弟 哪有一个人认你做契哥 说真的 你帮我玩鞋 嫌你阻定吧 大卫23 是不是 亂吵 亂吵 又说Raymond Wong 常常说粗口 就是说粗口 你这些契弟不用粗口骂你 真的对自己不住 老实说 那次我们思思文文 就是说真的 就是为了大家表面上的团结 思思文文 其实我也很想骂你 不过我也忍住 我很多时候忍得到 有时候忍不到 只能够这么说 那么 Sandy Wong说四百不够 什么叫四百不够呢 我不知道什么叫四百不够 不够like 不够like 哦不要紧 我看不到 因为直接进去也进不到 哎呀 又进到了 昨晚做了舒马南 所以 可能电脑也有点疯 舒马南 不要紧 台阳你这东西又升了 今天又升了 现在你赚了105% 又升了 哇 很棒啊 台阳 尤其是当港股那么凶梅的时候 是啊 当港股那么凶梅的时候 哇 不是啊 现在又升了7%了 就在你购买的基礎上面 哈哈哈 哇 很棒啊 哇 很棒啊 现在是107%了 就是108% 好看 就是这样 看20元 不是看2元 看20元 台阳也有10倍 20倍 很棒啊 哈哈哈 舒马南也没什么所谓 其他东西就行了 没什么所谓 好了 回来说 不好意思啊 刚刚要哄一下台阳开心 那就要说其他东西了 那就要放一张图上去吧 我都不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 Society我的电脑 他有自己会把你摔向我 我一看看到 咦?又上升了 之前有另外一只 我叫台阳 我也叫台阳 買另一只 那时候是4元 我跟他说 现在是5元 五元啊 是的 我没买了 哎呀 這些又是賤賣國有資產,明明有貼市,也不跟,哎呀,不行啊,又跌了一點點,現在7%變了6%,很多,新西蘭神圖厲害,另外那隻就知道,升太少了,沒什麼肉食,不會升一倍,我跟他說的時候是一個月前的, 哈哈哈哈,現在升了25%,不是20%,你賤賣貼士,不行啊,那深水葡萄棍證明,台洋大把錢,耶,台洋大把錢,哪有錢呢,沒變賣,哈哈哈哈哈哈,好啦,那就分享一下這圖片先,好吧,這張圖是,實名舉報, 不,另外一張先,實名舉報,另一張先,四方國厲害,下一張,四方國上一張,四方國厲害,人民日報香港,他就寫什麼,新選制,新議員,新未來,哇,如果是有就麻煩,他是青年KOL,他是立法會新當選議員,新界西藍,陳永恩,年輕人,有機會參與政治建設香港, 正界小花,OK,好啦,那看一下,陳永欣說什麼,陳正心,陳永欣,陳永欣,陳永欣,下一張圖,啊,他又醜化林太,這個,阿姐,啊, 陳正心蘊欣,鈺義德醉痊穿隱,文學,affe,好,哈哈,好重要一點的 equality 陳永欣,這個,我va, SF,ving this 朱者赤,近墨者黑 近出自獨國的屈賤儀 屈賤人 真是黑上加黑 不過有這麼多人為他助選撐腰 無論如何都要賣人情做事 這個呢 陳靜心也有評他 陳靜心說什麼 每天造謠抹黑醜化特首攻擊特區政府的人 就被捧為愛國女神、愛國戰狼 可以順利進入立法會 每月十幾萬工資繼續反政府 是啊 還沒完的 不要以為天下太平沒有毒過、沒有垃圾牆之後 其實這個勢力根本還沒消失過 一直徘徊於特區政府周圍 所以特區政府是有很大的風險 你面對這麼多牛鬼蛇神在附近 還要走進去議會 是啊 陳靜心有一些我不同意的 那些不毒他 其實他說的有些是誇張了一些 他說他自己 我都說香港有港獨妙頭 這樣說 我到現在都認為 港獨人是瘋狂的 他們是很少部分 但是最慘的是一件事 他們那些泛民的人就瘋狂去港獨 一瘋狂去港獨 其實就是萬劫不復的 其實就是 這些是很嚴重的 好了 建制派其實他們那些人做什麼呢 他們就把所有過去香港的問題 一切的責任都壓在林鄭月娥一個人身上 這是陳靜心說的 我同意她說的 她就說要告訴全香港人 這些全部都是林鄭的錯 其實林鄭月娥 說真的 她是其中一個人 她有什麼可能 全香港的問題都是她的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建制派有些人是很賤的 包括剛才那位人民日報 香港吹捧那位阿姐 這個阿姐是經常在散播傳言的 這個KOL議員 這個四方國 她說她不連任 又什麼又什麼 哎呀 你不想她不連任 她這個人不宵庭 她做了議員都不宵庭 繼續在這裡 騙Viu奶奶 為什麼呢 林鄭月娥說 我真的騙了她 她得罪了她 最多 怎麼會全村人 得罪了她 和她背後的政黨 部分的人 她背後的政黨 都不是全部得罪了 對不對 是啊 你得罪全村人 你的全村人的範圍是多大 全村人 她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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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萬多票 我有六萬多票 多過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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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多少票 林鄭也只有777票 我有六萬多票 比你厲害 是不是 這樣算 那也是 真的很厲害 做了議員都不宵庭 我告訴你 其實 她不會停 之前還弄了一幅 李佳心心美被中央除名 一個疑點推翻謠言 然後黎智英再上庭再多一序 老實實 原來她是中央發言人 阿姐 厲害 她說李佳心那裡 好像很不實 是不是 不理她 老實實 說真的 別人怎麼做 我根本是理不了別人的 只不過是 現在我只是說說 其實 有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做事就很握述 而且這個世界是有明眼人 會看得到這些做握述的人 現在就很麻煩 他們建制 經常都說自己什麼責任都沒有 把支持林鄭政府的人 說成青山派 這個是陳静說的 精神有問題 神經病者 支持特首 支持特區政府 原來是神經病的 好了 黃人也是這樣說的 糟了 藍人也是這樣 你還不是又一次證明了黃藍是一家親的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我早就已經這樣說了 有些人不相信我們 沒辦法 我們說了事實出來 永遠都是被人打壓的 這些我們就是做什麼 做這個 國王的新衣裡面的小朋友 我們只不過說 你這個混蛋沒有穿衣服 內褲你也不穿 哈哈哈哈 現在很慘了 現在支持政府會被說成精神有問題的 陳静心 陳静心你也是瘋的 告訴你 我們也是瘋的 瘋瘋瘋瘋瘋瘋 被人說是 好了 整個倒林的建制勢力實在太龐大 因為不肯同流合污倒林而被抹黑 如果有人覺得支持林鄭就是精神有問題 那我只能夠繼續做一個稱職的精神病患者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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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静心 這個很厲害 這個也要說回 沒有辦法 其實有些 《人民日報》《香港》那些事情 他之前也有做其他圖 我們都不同意他們的操作 那 沒有辦法 我覺得 做圖 有時候都要搶一些觀看的 哈哈哈 但是你說是新議員 選制新未來 如果這個是新未來 我們就糟糕了 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未來是這樣 那就真可憐了 如果未來是這樣就糟糕了 那麼 拖拉席就說 如果公記說支持林鄭 他們都要支持林鄭 那公記不會支持林鄭的 你現在看看 實際情況 你自己看看 還有一個麥美娟在這裡 他簡直是 小狗懶拆了林鄭 就是這個姓情烈女 麥美娟 厲害的 那麼 這個陳永恩 又叫人退訂我們 哈哈哈 是不是 我想出完這一節 他就會再叫多一次 快點退訂啊 這班人 是啊 這班是精神病患者 是啊 這班是精神病患者 哦 跟陳静心思千萬外坐一台的 原來是螢幕片子一台 哈哈哈哈 因為陳静心都是反中亂說的 哎呀 看看韓哥 他一看就知道 韓哥也是心清眼亮的人 一看就知道有人搞什麼 告訴你 這班人 有破壞是沒有建設的 其實是 他們到現在都是 繼續在做謠傳謠 根本 他們做謠傳謠 他們做到一件事出來就是一個勢 他們做到一個勢出來 就是會令到大家覺得 喂 支持林太太也是反中亂說的 就是 《網上編輯》也是反中亂說的 你不要支持他們 你聽《網上編輯》是反中亂說的 現在828個人是反中亂說的 這麼簡單 我就跟你說 《網上編輯》 《網上編輯》 你放牢雙眼看的 我老實說 我現在都是開始 有人說 你在放負 是的 我現在是覺得很慘的 現在是很負的 是很負的 我們只能夠 好像陳静心一樣 繼續做一個稱職的精神病患者 《網上編輯》就說 我曾經在深水埗做事 和四方那一整天見面 那時候他的態度 好像 態度 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我現在 我理得他以前的態度是怎樣 我理得他以前的態度是怎樣 現在的態度是怎樣 我只是告訴你 我現在憑他現在去做一些事情 以及他之前 做了多少幅類似的圖 去抹黑林鄭月娥 自己可以拿出來看的 我告訴你 有時候真的 火到來 那麼 《網上編輯》就說 即是中聯辦 你自己看看 中聯辦其實是能夠控制大公文匯的 如果根據架構而言 但是 整個架構 你看大公文匯 他之前出了多少文匯 去不斷亂罵特區政府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其實 很不對 有很多事情是罵得 即是你不是不罵得政府 我覺得你可以罵政府 但是你要有事實根據 即是 隨便切幾塊水果 上面有幾顆東西 就說是 毒水果 特區政府給 讓毒水果進來香港 這件事就是文匯做的 我們之前有說過 亂做新聞 他們就是衰革到這樣 是不是 想不到他們 現在很亂來 我不介意那些人跟我不同的看法 大家有一件事要記住 大家互相尊重 還有你不要把那些盲目的看法 很明顯是有些是盲目的看法 很明顯的 即是你是信了 你是要說 我來這裡傳播那些盲目的看法 你來這裡傳播盲目的看法 我就不歡迎你 我就小爆你 就是這麼簡單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好嗎 就這樣 拜拜